乾隆六下江南 我呢 武征西北 从2020年10月到2023年7月 四年间 这是我第五次出征大西北 我们从江西极岸一路高歌猛进 目的地是2300公里以外的沙漠边缘 单速民情 预计两天时间赶到 一行四轮 吃喝拉沙 还要耗时剪辑视频 休息好了才是硬性指标 无奈赶了一天一夜才走700公里 走过黄岗 武汉 孝赶来到俄北 今天到目的地还剩1600公里 打算一口气赶刀 终究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们一路上遇上堵车 瓦城 赔钱 等等预料之外的状况 最终抵达了甘肃平良 竟然还有800多公里 不会吧 没错 你们看看地图 看看甘肃到底有多大 好了 把你张开了嘴盒上 一起来感受遥远的旅程 今天还要赶1600公里 现在我们还是在湖北 何总管 这一路靠近了 可以 放心 很好看 好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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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湖北孝赶抵达了湖北的武当山 著名的5A级旅游景区 我记得那一年来到武功山脚下 还有两位老人 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去他家做客还给了我们一袋子水果萝卜 但是这里下高速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一次就不弯路过去了 这里距离甘肃民情 还有1300公里 所以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先去上个洗手间 走吧 其实我们一路到这里几乎没上什么洗手间 对吧 因为天气太热了 都蒸发了 我游向见底了 不见底的话 还继续赶 武当啊 这里是武当山 早上就吃了两个面包 其实我也饿了 这么一点大的 回去买点买个鸡腿吧 不是说好 就这样直接干到目的地吗 我就是说我行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离古都西安近在咫尺 再一次深入关中了 穿越了秦岭 来了 我们又到陕西了 来到陕西 突然想问在座的各位两个问题 肥头大耳的 你先回答 哪里 请问西安是多少潮古都 13潮 你呢 我不知道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不知道 你说17潮嘛 我想说17潮的 好 戴眼镜的回答对了 你不是说厨器短命的吗 有17潮 看来你跟着我学到不少东西 来 唐朝第二位皇帝是谁 李世民儿子是谁 孙子 孙子 对 不要问你 回答 叫叫叫 李旦 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李旦 你啥的 好像是 隐隐 回答 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 是不是李旦呢 唐朝的地位 唐朝的第一位皇帝 李世民吧 是李世民他爹 他爹不算 李渊 李渊 应该不算吧 他爹 那算不下问网友 第二位皇帝就是李世民 第三位李旦是吧 第三位是武则天 高中理智武则天的老公 你当妥卖 懂了吧 好 白血了 第三个问题 怎么又是我 问他 你戴着眼镜 知识冤博 来 中国为什么叫南北 以什么为界 请你山脉吧 你呢 不知道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别笑 晓鸥 你 请你吧 哈哈 我要学我 我说错了 知道吧 哈哈 我都被他们笑的不行 海哥啊 这次带我们几个出来怎么办呢 就是要学历史啊 来到这里 是吧 不知道 不知道 哈哈 我的历史也白学了 知道吧 来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又是我 是他下来的 你子弟最深啊 谁叫你戴眼睛 这样算吧 陕西 有黄土高坡的地方 先问他啊 有黄土高坡的地方是陕南 陕东 陕西 还是陕北 我选C C是什么 陕西 陕东 陕东吗 对吗 我选C 走 陕北 戴眼镜 他说了 你再重复一遍 我看你对不对 陕北 哈哈哈哈 这下是回答对了啊 因为我错了 今天晚上这个 你们俩 加鸡腿 你们俩你负责给他们加鸡腿 好像一天没吃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从出发到现在 现在赶了 赶了 赶了五个多小时 现在已经快八点了 在西安的天还没还没天黑啊 好我们继续赶路 要多学历史啊 哎呀 哈哈哈哈 感谢了 要问一下胡桃怎么长的 我会说啊 哈哈哈哈 丢人啊 哈哈哈哈 教他们老师估计都哭晕在书桌上 你好吃吗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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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什么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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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你做什么 哇塞 下雨咯 想不到大西北啊 经常下雨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甘肃的平梁 已经穿过陕西了 现在又是12点了 拿上行李 我们又准备上酒店了 完全是温差大呀 到底就16度 怎么会下雨呢 奇怪 还打雷呢 我都在发抖 今天晚上还开空调吗 没有 有被子就行了 真的是好冷 破了个点 南方人家 牙齿都打架了 还在吹空调 中央空调 我们这边要开暖气了 真的好冷好冷 好像我们四个人都统一的 把腿巴子都露出来了 好冷好冷 我问一下你们平常这里也这么冷吗 冷的 这是下雨了 现在是抵达甘肃了 但是甘肃太大了 从南到北也有1000多公里 我们离目的地还有860公里 所以明天还不一定能赶得到 现在这里住下吧 好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